大家好,我是輝立資本管理的投資經理胡啟華 今天跟大家探討一下人民幣這一排的走勢 和未來的展望會是怎樣 首先,近日投資者的焦點都落在人民幣的身上 講返一點背景資料給大家 其實人民幣自2010年價格重估以來 對美元的走勢都已經是非常穩定 以一個每年大概2%的走勢升值 它的波動性亦都比較低 但是去到今年,由年初至今 其實人民幣對美元的回率已經跌超過2% 創了多年來的一個比較大的跌幅 其實人民幣是香港投資者最喜愛持有的貨幣之一 從香港金管局公佈的數字來看 香港人民幣的存款是由09年1月的544億 上升到今年1月份的差不多超過9000億的數量 在5年來,就升了超過16倍 人民幣過去的表現變動不大 因為在很多人士的預期之中 人民幣升值已經變成一個貫性 大家都預期人民幣會升值 企業也會有一個相同的考慮 他們大部分都會發一些以外幣計價的貸款 因為當人民幣升值對於外幣貶值的情況下 到他們的貸款到期的時候 還的價值會相對變少 根據一份國際結算銀行的工作文件 中國外幣貸款由08年起一直不斷地上升 對於用外幣貸款的百分比 也是一個上升的趨勢 因為美元借貸的成本比較低 即使對於國際性拉薄的利率為高 在內地企業借貸的時候 人民幣的借貸成本 通常都會超過5% 在圖上看到,用美元來借貸 成本會比較低 因為借了回來的企業 他們拿了美金,例如港幣 他們都要將外幣兌換成人民幣 因為這個購買的動作 就會令人民幣升值的壓力持續 導致過去幾年因為發外債越多 人民幣升值的速度也會相對加快 近期兩會期間 中國官員已經點名 會加強外幣兌換機制 流動性 達到國際化的要求 樂意推出改革前 限制投機性 對人民幣的投機性的投資 改變慣性升值的預期 市場也認為中國官員 可能利用這段 賣貿易逆差的數據 以及其他疲弱的經濟數據 作為一個警號 來干預外匯市場 所以近期看到人民幣 都有一個回調的趨勢 但是我們相信 這個貿易逆差的數據 只不過是因為 農曆新年的影響 是季節性的 對未來人民幣的走勢而言 因為其實中國對美國 全年 上年的順差 都還是比較大的 而且美國的經濟 是復甦近 與其當地的需求 都會上升 中國的出口 應該會受惠到 而且近期 人民幣下跌 也會幫助他們出口 除非貿易數據 中國的貿易數據 持續轉差 人民幣未來 應該可以重拾它的聲勢 而且美元和人民幣的息差 人民幣始終的利率 還是比美元高 也支持人民幣的升值 今天的討論就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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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大家收看